南馬書第九章,我們從第十九節開始 《這樣你必對我說,他為什麼還指責人呢? 有誰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這個人,你是誰? 竟敢向神強嘴呢? 受造之物豈能盜順他的旨意? 你為什麼這樣做我呢? 耀仗難道沒有權兵, 從一團泥裡拿出一塊作貴重的器皿? 又拿出一塊作貴重的器皿? 倘若,神要顯明他的憤怒, 彰顯他的權力, 彰顯在夢年晚, 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上。 這器皿就是我們被神所召, 不單是從猶太人中, 也是從外邦人中, 這有什麼不可呢? 就像神在河西亞書上, 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稱我的子民, 本來不是夢外的, 我要稱為夢外的, 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 你們是我的子民, 將來就在那地, 稱為為永生神的兒子。 曾經有人問施暴真, 大家可能有聽過, 施暴真是英國一個很出名的傳道者, 稱為港道王子, 很有口才的人。 有人問施暴真, 你怎樣去協調, 怎樣去reconcile, 神主權簡選和人的責任, 這兩個的教義。 施暴真的回應就是, I don't, 我不會這樣做, 我從來不去嘗試調停兩個朋友, I don't reconcile friends, 他們是朋友, 他們不需要我去調停, 他們不需要我去reconcile, 神的主權簡選, 人的責任, 是共存的兩個朋友。 但很多人, 當我們思想的時候, 我們被我們自己有限的思維, 我們有限的智慧和困惑, 以至我們會覺得, 他們是對立的, 他們是 mutually exclusive, 不可以並存。 從聖經的教導, 我們認知, 神是超然的神, 他有至高的主權, 完全不受約束地去挑選人, 讓一些人成為, 成就神救贖計劃的器皿, 也讓一些人, 成為神奇妙恩典的, 受惠者的recipient。 這個是正確的真理。 但如果我們將這個教義, 推到一個極端的話, 會令到一些人去質疑, 究竟, 神給人的自由意志, 是否有限制? 是否真的自由? 究竟, 人的自由意志, 在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甚至有人會覺得, 神的預定, 讓人不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首先我們需要澄清一下, 自由意志, 在聖經是沒有出現過的, 從來沒有說過, 自由意志這四個字。 但聖經的確告訴我們, 神說, 祂是照著祂自己的形象, 按著祂的樣式做人。 而我們知道, 神是有自由意志的, 神是完全有自由的意志去做選擇。 而我們都會體會到, 人是有意志的, 在我們自己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自己都會體會得到。 所以我們就會引伸出來, 這些按著神形象, 樣式所做的人, 是有神從神來的自由意志, 這個觀念。 聖經也真的告訴我們, 是人有立志的一些例子。 大衛, 他運用自意志, 立志叫我口中沒有過失。 但以理, 立志, 不以王的善, 和王所喝的酒, 尖污自己。 這些都是好的東西。 耶穌在地上的時候, 他們都勸勉我們, 人要立志, 遵著神的旨意行, 就必曉得, 這教訓, 或是出於神, 或是人憑著自己講。 聖經也告訴我們, 我們要立志, 聖經也告訴我們, 我們要運用意志。 所以我們相信, 人的確確是有意志, 可以去選擇, 做行善, 或者行我, 可以去選擇, 我們怎樣去回應神, 我們怎樣去回應神, 我們怎樣去回應神。 當然,基督徒都會, 有好像保羅的掙扎, 立志為善, 由得我, 行出來由不得我。 但我們仍然需要, 對自己選擇的行為負責任。 我們仍然需要, 對我, 對你, 所做的選擇, 來去負責任。 同時, 聖經也告訴我們, 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唯要成就他的命義。 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最終是要成就神的命義。 就好像, 神簡選是完全自由, 是完全不受約束的, 祂有這個主權。 但不等於說祂是毫無目的地, 隨機, 隨機地去做這件事。 聖經, 我之前有看過, 在第九章十一節講之外, 是為了堅定神簡選人的旨意。 There is a purpose, Election有一個 purpose, 神的簡選是有簡選的目的。 神不受任何在祂以外的人事物的影響, 但是按照祂自己的屬性去安排。 要興起祂所使用的群體, 或者一些的個人。 來到祂用合乎神的公義, 合乎神恩慈的方法, 來達成神預定的目標。 神簡選是一個目標。 神有預定一個目標, 祂所做的這些事, 是有絕對的自由, 但卻不是隨機。 同樣的, 神給人自由而知, 不是叫我們去做一些無意義的選擇。 不是叫我們去做一些無意義的事。 我相信你會同意, 每一個人選擇做一件事, 都是根據你自己心裏的一個意念, 一個的喜好。 你覺得有些東西是對你好的, 是有益處的, 以至你會被吸引去選擇, 去追求那些東西。 舉個例子, 你要買車, 你買車的決定, 這個的選擇, 你買什麼車, 什麼時候買車, 不是一個無意義的, 是經過你的思想、情感、意志。 你的理性上去分析, 究竟哪一輛車是適合我現在, 我所需要的, 有多大的車, 是要什麼形成的, 適合我的生活形態, 我家裡的, 如果有七個子女的話, 我買一輛Focus, 這樣就可能有問題, 你不會, 你是有經過你的理性, 也有一個是, 你情感上, 我看, 這輛車一看就很漂亮, 一看就喜歡這個顏色, 是有你經過這些, 你有一個意志, 我決定買的話, 我每個月要供車, 要供這麼多錢, 我只要調整我的生活形態, 可能不可以出去吃這麼多餐飯, 你整個過程裏面, 是包括你全人, 思想、情感、意志, 然後去做出這個決定, 同樣的, 在我們選擇救恩的事情, 我們怎樣選擇回應神的事情, 我們都是經過, 我們是自由意志去做這個決定, 做這個回應, 做這個選擇, 卻是經過我們全人的支持, 成就, 神在我們身上, 這個就成了, 這個就成了, 神在我們心裏面運行的那個平台, 那個platform, 神怎樣在我們心裏面運行, 我們立志, 我們立志做一件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裏面運行的, 引導我們去做出這個, 合乎祂, 成就祂旨意的一個決定, 讓我們能夠去認知, 我們去感覺, 我們去察驗, 神的旨意是善良, 純存, 是可喜的, 是對我有好處的, 是pleasing to me, 我就甘心樂意去選擇, 運用我的自由, 自由意志去選擇, 成就神的旨意, 師人大衛, 當他看到神奇妙的創造, 當他面對浩瀚的宇宙, 他讚嘆,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 你所陳設的月亮聖首, 便說, 人算什麼, 你竟固靈他, 世人算什麼, 你竟建固他。 今天我們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給神的主權和戰算, 但是, 人算什麼, 人算什麼, 竟然挑戰神的主權, 我們剛剛有掙扎, 究竟神的主權, 有沒有侵犯我的自由, 人算什麼, 竟然去挑戰神, 人算什麼, 竟然可以成為神手中的器皿, 成為祂所創造的一個功能, 人算什麼, 竟然可以被稱為神的子民, 求神幫助我們, 我真的看到, 神的簡選, 神主權的簡選, 是祂的主權的印點, 是sovereign grace, 神的簡選, 是祂的sovereign grace, 不要一看神的主權, 就覺得, 給我們很多限制, 神要將我們釋放, 重收一個枷鎖, 重收一個困綁, 神不是用一個困綁, 神給我們是真自由, 神的兒子叫你們有真自由, 有真自由, 但是這個真自由當中, 是要朝著一個神為我們, 要引導我們去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正確的選擇。 我們先結束, 上禮拜沒有講完的, 第九章前面, 十四到第十八節, 講到神的憐憫和恩慈, 也同一個角度讓我們看到, 今天我們是何等的人, 我們是一個蒙憐憫的人, 人算什麼, 但是我們成為一個蒙憐憫的罪人。 想像我們看到, 神如何挑選以殺, 做應許之子, 而不是以實萬利, 神如何挑選雅各, 而不是他的哥哥以素, 成為這個聖計, 神的應許, 神給他們的諸若, 應許這些神的修俗計劃, 所以寶羅提出,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樣我們又可說什麼呢? 既然是這樣的, 神是挑選, 是完全喜歡他自己的主權, 難道神有什麼不公平嗎? 端父母。 難道神會覺得, 在這裏翻譯做不公平這個字, 更可以翻譯是不公正, 不是fair, 是不是just, 是不是不公義, 而英文聖經也是翻譯做injustice, unrighteousness, 如果你看看, 和合本聖經, 我們最通常用的中文的翻譯, 在新約聖經裡面, 和合, 公平, sorry, 公平這個字, 出現了五次, 其中四處包括, 羅文聖經第九章十四節, 都是翻譯這個, 其實應該翻譯做公正公義的那個字, 只有一處, 真是講到公平, 講到fairness, 是在哥羅西書第四章, 在那裏講到人際關係上, 在人際關係上, 做主人的, 你們以正義和公平代僕人, 在人際關係上, 沒錯, 主人是要公平地去對待僕人, 但是甚至在那裏, 他都是先提到要有公義, 你的公平是不可以和你的公義, 和你的正義, 正義是相違本, 是前後相隨的, 所以保羅在這裏, 他不是要討論, 神的簡說是否公平, 我上個禮拜提過, 如果神是fair的話, 我們就慘了, 我們就死定, 我們就沒有機會得救, 但是保羅在這裏, 是要辯護神的公義, 他是Defend 神的righteousness, 指出神主權的簡選, 並沒有不公正, 絕對不是有不公正的事情, 是斷乎沒有由, 前面保羅用過第二章, 第六章, 第六章也用過, 是斷乎不可, 是一個很絕對的, 是很完全的, 是不可能的, 因為說是盆石, 他的作為完全, 他所行的無不公平, 其實公平是公正的, 以誠實無畏的神, 又公義又正正, 所以我們可以掌握得住, 是神的屬性, 神不變的屬性, 他是公正的, 他是公義的, 這個是他簡選的, 一個的原則, 他沒有受任何外界的影響, 人的影響, 事的影響, 但是他是不會背負自己的, 他一定所做的, 和他的屬性是相似的, 然後保羅就用另一個, 以色列人尊重的, 尊崇的人物, 他和神的對話, 來指出神的簡選, 是出於他的憐憫, 他的恩慈, 因為神對摩西說, 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對要恩代誰就恩代誰, 神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神看著人說他很霸道, 是嗎? 任他來的, 但我們要了解這句話的, 這個對話的背景, 如果回去看看, 蒼蕭克的33章, 才是摩西對神說, 求你顯出你的榮譽給我看, 他為何要說, 要證實摩西和以色列人, 在神面前是蒙恩的, 你是會和我們一起去的, 在萬文中是被分別出來的, 然後神給他一個回應, 是肯定摩西, 你在我眼前是蒙恩的, 你要看我的榮譽嗎? 然後說, 我要顯出我一切的恩慈, 在你面前經過宣告我的名, 然後說我要恩待遂, 就要恩待遂, 要聯名遂, 就要恩待遂, 這件事發生在什麼時候? 這件事發生在以色列民眾, 他們做了一隻金牛毒, 網稱說, 這個就是令你們出埃及地的神, 帶來神的懲罰, 那一天百姓中被殺的約有三千人, 在這個情況下, 摩西自己都怕, 究竟如果神, 你不是真的將我們分別出來, 我們不是在你面前蒙恩, 你叫我們去出埃及, 你叫我們走個抗野, 你叫我們進加南, 我們死定了, 我們沒有可能成就, 所以他求神, 顯出你自己的恩慈, 神就是告訴他, 我要恩待遂就恩待遂, 我要聯名遂就恩, 在面對以色列民的反叛, 以色列民的得罪神, 以色列人被受懲罰的時候, 雖然以色列民眾都是犯了該死的罪, 你嚴格, 我可以說, 約斯牙和摩西上的山, 沒有在他當中拜牛族, 但死其他所有的, 眾多的幾百萬的以色列民, 都是犯了該死的罪, 神在那個時刻跟他們說, 我要聯名遂就聯名遂, 我要恩待遂就恩待遂, 你們只有三千人被殺, 是因為, 你只有三千人, 是因為我的聯名, 是因為我的恩待, 神不是在那裡霸道, 不是很兇死地說, 我要恩待遂就恩待遂, 我要聯名遂就恩待遂, 你們不要出聲, 神在苦口婆心地告訴他們, 你們都是該死的人, 我卻只是懲罰了三千人, 你們這些幸免存留的人, 絕對不應該挑戰神, 挑戰神為何聯名了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困難, 為何你愛我, 為何你聯名, 為何你禁止我? 我們需要來到神的面前, 更加的去感激, 原來我是這麼不配神卻還, 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好處, 完全不是因為我有什麼能力, 有什麼他看得上眼的東西, 我要恩待遂就恩待遂, 我要聯名遂, 我要聯名遂, 然後保羅就說, 這不是出於人的意願, 也不是出於人的努力, 而是出於施憐憫的神, 神挑選憐憫誰, 恩待誰, 不是由於人突然間有個鈍, 突然間有一天睡醒, 我要尋找神的恩典, 也不是靠我們自己努力去爭取神的憐憫, 來決定哪一個要得到人, 是基於神主動運用祂的主權所造成的, 再一次重申神簡算的原則, 不在乎人的行為, 不在乎趙人的主, 不在乎你和我的行為, 我們得救是本婦人, 完全不是我們自己有什麼功勞, 我們有什麼功德, 我們有什麼好處, 接著保羅用神向法老, 就是那個壓迫以色列百姓, 敵黨神旨意的埃及王所說的話, 從另一個觀點來看神的簡說, 他說因為經常有話對法老說, 我將你舉起來, 正是要正顯我的權能在你身上, 並在全地上偏存我的命, 神告訴我們, 祂跟法老說, 我將你舉起來, 神不單有主權選擇, 恩代祂的選民, 祂不單是以色列的聖者, 在任何世人身上, 祂都有絕對的見譜, 世上的君王的興起, 都是神挑選誰就興起誰, 但是神這樣的做法, 也不是隨意的, 祂是要使用他們成就神的志願, 在神的計劃裏面, 法老心裡肝硬, 不肯聽從摩西, 不肯聽從阿弩, 而且一再重複的是這樣, 你回去看《宿災及記錄》, 看到第七第八章也有見譜, 以至神責備的時候顯為公義, 判斷的時候顯為清正, 有權公義的使法老心裡降臨, 使法老的心降臨, 而且神這樣做, 不單是要在法老身上彰顯祂的權力, 還有一個更正面的一個目的, 當神這樣去做的時候, 當神這樣降實災在埃及的時候, 外邦人聽見就發戰, 疼痛抓住菲利士的居民, 以東的族長驚王, 摩押的英雄被戰經抓住, 加南居民的深刀消化, 使神的威名傳遍天下, 神對法老祖宗說, 我這樣做是要叫我的名傳遍天下, 讓列國去善無意識, 他羨慕以色列有一個這樣的神, 當時的時刻, 你要看回舊約的歷史, 以色列經常都犯一個無名, 看到別的國家的強盛, 他們的神比較靚, 他們的神比較好, 他們的神比較好去拜祂, 神祂說, 可以透過我的選民, 透過以色列, 去讓人看到屬神的子民是多麼好, 去吸引他們, 吸引萬民都願意成為神的子民, 因為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裏運行, 要成就祂的儀式, 神在萬俗當中, 祂要向人顯明祂的恩典, 祂的愛祂的能力, 讓我們願意運用我們的自由而至, 去選擇神, 去選擇接手神, 去選擇相信神, 去選擇成為神的子民, 這樣看來, 神想憐憫誰就憐憫誰, 想死誰深硬, 就使誰深硬, 神選擇的主權, 可以用來成就正面的過程, 想憐憫誰就得到恩典, 也可以來到達成負面的目標, 要叫誰深硬, 就使誰藐視神豐富的恩賜, 寬容人們, 這都是神有主權, 可以公正的選擇去做的事, 很久在這裡辯護的是神的公義, 神的公正, 神做這些絕對是對的, 是對的, 是正確的, 神的選擇完全不是由於人, 無論是哪一個定義想要憐憫憫的人, 或者是奔跑尋求神恩待的人, 只在乎神自己, 只在乎神自己恩慈的本性, 他按著他的本性發憐憫憫, 人算什麼, 人算什麼, 竟然成了夢憐憫的罪, 還說, 神不受任何他自己以外的事, 影響他, 挑選憐憫憫誰, 因何誰, 但無論是對他所愛的人, 是憐憫, 對他所憎憫的人, 使他所憎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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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硬, 神都有絕對的權利, 在不違背他公義的屬性下, 去成就他的權利, 神所做的一切, 都是合乎他自己公義的屬性, 和原則, 說到這裏補落的預料, 還有人會抗議, 還有人會挑戰神的公正, 他說, 這樣你必對我說, 他為什麽還指責人呢? 誰反對過他的主義呢? 誰反對過他的主義呢? 其實原文是一個 perfect active indignity, 原來是已經成就, 有誰曾經做過這個? 有誰真的曾經反對過神的主義? 有人便會在這裏辯論, 他說, 假如所有事情發生都好像保羅里那樣說, 是在神絕對主權掌控之下, 連人的心肝硬, 抗拒他的旨意, 都是神使他肝硬的話, 那根本沒有人真的按著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反對神, 如果連人心裏肝硬抗拒神, 都是因為神叫他心裏肝硬的話, 那沒有人是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反對過神, 只不過是信應神的預定, 如果是這樣的話, 人為何需要對我們所發生的事情, 我們所做的決定負責人? 假如是這樣的, 神就沒有理由去責怪人, 是不是? 假如我去違背你, 你都是因為你叫我心硬的話, 那是你的責怪, 不是我的責怪, 有些人會這樣去辯論, 保羅的回應說, 忍呀,你到底是誰? 忍呀,你算甚麼? 忍呀,你算甚麼? 竟然根神頂罪, 即是talk back, 一言九頂, 你說一句就頂回你, 九句那種, 我們不可能將神拉到跟我們平等, 我們是受造之物, 祂是造物的主, 我們是qualitatively different, 我們在本質上不一樣, 我們不能夠將神拉到跟我們一起, 好像跟我們去辯論, 跟神在那裡挨架, 這個經文針對的, 不是說到神的創造, 因為所有人創造都是同事, 這個說到神的簡算, 所以他跟著說, 被創造的, 神可對創造他的說, 你為甚麼把我造成這個樣子? 被創造, 被神mold的, 怎能夠去對創造我的那位主的那個神? 因為神不單是創造了人, 祂要創造人, 成為祂手中的器皿, 去完成神創造的旨意, 神簡選有祂的旨意, 神創造有祂的旨意, 神在祂的簡選當中, 是要成全祂創造人的時候, 將人帶回到祂被創造的那個意義, 成為祂手中要做的, 要用的器皿, 要去管理世上的萬物, 要在那裏彰顯神自己的榮譽, 將我們按著祂的認定藥式手順。 很久, 在唐彭太后書裡也提到, 大戶人家有金器銀, 不單是金器銀, 也有木器銀, 是作為貴重的, 作為卑賜的。 神主權膽選, 甚麼人要成為怎樣養的器皿, 或怎樣養的一個工人, 讓那個人可以發揮神意見的工人, 所以他說, 圖像難道無權, 用同一團黎, 他特別強是同一團黎, 做出一個用途尊貴的器皿, 或者做出一個用途卑賤的器皿。 我覺得, 新項於日本的翻譯, 更加抓住一個重點, 不是我們那些人本身是卑賤, 還是貴重, 是我們的作用, 我們的role, 沒有, 無論在教會裏面, 你是做長老執事的, 你是做主學老師的, 你是在廚房裡幫忙的, 你是在Nursery裡幫忙的, 你是做教會的Janitor的, 你是做教會牧師的, 或者做掃地那個, 都是一樣的, 我們的value, 我們的價值, 我們的尊嚴是一樣的, 但我們的角色不同, 有一些我們是發揮, 我們的用途是honorable, 一些的用途, 而且悲戰不是說, 沒有那個尊榮在那裡, 無論是怎樣, 重點是, 所有的人, 都是從同一斷來, 我們所有的人, 都是本來該死的做, 都是在一個這樣的狀況裡面, 都是不配的人, 但是在神的手裡, 祂可以被塑造, 我們可以被塑造成為, 有尊貴用途的器皿, 神也有權力, 用另一個的罪人, 將祂塑造成, 不是尊貴用途的器皿, 這些悲戰的器皿, 不能夠向神抗議, 向神抗議, 為何你要將我做成這樣? 雖然我每次照鏡眼神都想說, 為何將我做成這樣? 但是,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悲污的罪人, 我們沒有任何的ground在神面前畫, 為何你要將我們做成這樣? 我們都是在同一團泥裡面被造成這樣, 所以如果神以極大的忍耐, 容忍那些激怒祂的器皿, 又將那些預備遭毀的器皿, 是因為要顯明祂的憤怒, 要讓人知道祂的能力, 而且要讓人知道祂榮耀的封城, 傾著在那些蒙年吻的器皿, 原來蒙年吻的器皿, 後面才加句形容, 那些蒙年吻的器皿是早已預備, 好得榮耀, 我們都是一群蒙年吻的器皿, 我們都是一群蒙年吻的器皿, 我們都是一群蒙年吻的罪人, 所以我們沒有人可以在神面前去搶嘴, 沒有人可以跟神去吵架, 去押結, 去辨論為何你不做我的靈子, 為何你不做我的尊貴的角色, 為何你不做我的功用? 神沒有所有人被受造平等, 所以這不是在創造的問題, 而是在揀選我們, 在神面前被索造成一個怎樣, 被用來做一個怎樣的角色, 怎樣可以來服侍神? 這又為何不可呢? 這個蒙年吻的問題, 反而是可以的, 神是絕對可以這樣做, 神是絕對公正公義地去選擇, 索造誰成為怎樣的東西。 事實上, 神是多多忍耐寬容那些可怒, 預備遭毀滅的行為。 就好像當初摩西和神對話的時候, 不要只想為何神殺了三千個, 為何我今天還能得到全力。 他用忍耐的心, 寬容忍先時所犯的罪, 是第三章已經說的。 用忍那些激怒神的人, 那些沒有犯神的人, 沒有立刻的, 沒有在我們一犯罪的時候, 就立刻毀滅我們。 反而在這一團本為可怒之子當中, 早已預備好有一些是蒙怜吻的器皿。 早已預備好有一些是蒙怜吻的器皿。 是神要叫我們可以得榮的。 我們都是不配的罪人, 我們都是蒙怜吻的罪人。 但神卻是在我們當中, 簡算一些可以得榮的器皿。 這些器皿就是我們這群蒙神呼召的人。 不單是從有限中, 也是從外族人中。 在我們說到神的主權的時候, 有人會提到另一方面, 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祈禁給他們。 世人是God love the world, 全世界的所有。 聖經也告訴我們, 神子耶穌寫自己作萬人的屬革。 這都是聖經的教導。 神的呼召的確是向萬人發出的。 神的救恩是給萬人, 是Available to all。 但聖經也告訴我們, 被召的人多損上的事。 被召的人多損上的事。 The general calling is for everybody. 普遍的呼召, 是為所有人。 但如果人不回應神的恩召, 就不能成為一個 effectual的 calling, 這就是簡選。 簡選就是會對神的呼召有回應, 以至這個的恩召是想到我們身上。 假如我們不回應神的恩召, 我們是自取沉淪, 在神面上是無可推穩的。 我們自己要承擔責任。 神的預定是恩待不配的罪。 所以在我們當中, 已經信主的, 我們已經成為基督徒, 我們就是夢神, 簡選。 我們被塑造, 被塗造, 成為貴重, 庆免的人。 要用在神的角度裏面。 要用在建造神的家, 要用在傳讓神的福音裏面。 我們要認定這個是神的憐憫。 是神恩代了你和我。 我們就全感恩的心, 樂意接受裝備做主的功能。 甘心去侍奉它。 對於你仍未知道自己是否被損上的。 你也應當知道, 神也也是寬容你的。 不願有一人沉淪, 乃圓人人都會說。 千萬不要, 因為我沒有辦法在理性上, 在理性的層面, 去了解神簡選的主權。 覺得神太霸道, 我就拒絕。 我就異相信心。 沒有一個人可以辨認, 一個人究竟是不是被簡選。 因為完全是unconditional。 不是說, 這個人這樣的條件好, 因為他就是一個好人, 因為他經常幫助人, 所以他一定會被簡選。 沒有人可以知道。 沒有人可以知道, 你會不會被簡選, 你是否已經被簡選。 唯有, 唯有當你選擇, 信耶穌基督的福音。 當你接受耶穌做你個人的救主, 你就能夠知道, 我是被簡選。 我已經成為一個夢恩得救的人, 我已經夢了神的憐憫。 唯一你能夠找到的, 不要等到, 離開世界那天才懷疑, 究竟我沒有被簡選。 我們也不要去批判一個人, 他是不是被簡選。 如果他看樣子都不是被簡選, 我不要向他傳福音。 神從來沒有讓我們有這個right, 這個權力去分辨,去判斷。 神告訴我們, 人人都要悔改, 都要相信耶穌, 才能夠得救。 我就忠心地去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 不要, 因為我不明白, 我就拒絕, 相信神。 有人這樣說, 救恩的門, 你在救恩的門外, 你看過的話, 有一個牌子在那裡, Who so ever will, 凡是相信的, 到去的。 你進去之後, 你回頭看的話, 你進去之後, 你才知道, 你才能夠確定, 我是被簡選的, 我是被簡選的, 我是夢念的。 保羅可以想像, 當猶太人聽到, 夢神呼召的人, 是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很忏忍, 他甚至會有push back, 會抗拒。 所以他引用, 神透過先知所講的話, 指出, 這是神早就告訴人們, 將會發生的事。 神早就在舊約聖經裡啟示給人, 就如神在何西亞書上說的話, 說的, 我要稱, 那不是我子民的, 為我的子民, 那不是蒙外的, 為蒙外的。 我想沒有人會懷疑, 以色列就是神在世上萬俗中選擇出來的。 他和阿伯拉罕納約, 從一個人得一個家, 從一個家得一個家。 他選擇他們, 從出埃及作神的子民。 但以色列本身, 保羅特別引用在何西亞的那個時代裡, 以色列本身, 因為對神不忠, 導致神透過先知何西亞。 他給兒子的名字, 他和阿伯拉罕納約生了一個兒子, 特別是他表達, 因為以色列本的不忠, 導致神不再稱他們是我的子民。 所以他講的兒子的名字, 叫做Nom Amin, 羅阿米, 非俄文。 我看沒有人會改自己的名字, 他就簡單改這個名字。 但是神很清楚, 吩咐先知何西亞。 這是一個信息, 真是先知很慘, 不僅是你的口口, 你整個生命, 有很多事情用你的行動來傳達神的話, 與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告訴你, 非我, 你們已經不再是我的子民。 No Amin, 羅阿米。 但是, 但是神應找有一人。 居然在那個時代, 以色列民因為他們的不忠, 神說, 你不再做。 你們不做我的子民, 我不再做你的事。 但他說, 有一人, 素不蒙年吻的, 我必念吻。 非我吻, 本非我吻的, 我必對他說。 你是我的神。 他必說, 你是我的神。 我查出第二章, 神就忍用另一句話, 去表達這個意思。 保羅借用這句話, 指出, 神有主權叫那些曾經非我民, 不是我的子民, 恩著蒙他的憐憫, 被呼召作為神的子民。 那裏稱的原文和呼召是同一個字。 保羅借用神說, 那些本來不是我的民, 我要對他們說。 我要稱他們, 我要呼召他們, 做我的民。 這只是發生在保羅時代的, 那些外光神的事。 本來不是蒙神所愛的外光人。 神要稱祂為蒙人。 本來我們不是以色列的子民, 不是神的選民。 但是神透過耶穌基督, 將這個恩照向全世界, 神愛世人。 當我們憑信心回應的時候, 我們就成為蒙愛的人。 我們就成為被簡選。 我們就認定我們是被, 我們就知道我們是被簡選的人。 但是保羅同時要讓他的同胞, 從第九章開始說到, 保羅對他自己的同胞的關心。 他要他的同胞知道, 神沒有棄住以色列。 所以他引用何生下的另一句的話, 從前在什麼地方叫對他們說, 你們不是我的子民, 將來在那裡必對他們處, 你們是永生神的兒子。 保羅告訴那些同胞聽, 神沒有棄住他們。 雖然暫時好像我們被擺在一邊, 因為以色列文, 沒有看到神創造的旨意, 神簡選的旨意, 沒有去成就這些旨意, 今天興起另一個群體, 就是教會來成就。 神的意思是, 要透過以色列文讓萬民, 普世萬族來去認識耶路, 去羨慕他們, 去追求, 去羨慕, 去被吸引, 要選擇神做以後做他們的神。 但他們去體會, 救恩只是為我們, 神的恩只是為我們, 看外邦人好像狗一樣。 他們錯過神給他們的託付, 他們去承擔神給他們的責任, 甚至將他們拜起。 興起教會, 所以今天我們要好事。 神今天興起我們, 不是單單要我們在教會之內, 在我們自己熟悉的環境, 我們自己的同胞裡面, 都是我們要向我們同胞傳福音。 但是神的心意是, 要透過教會, 將福音傳到萬國萬民。 求神幫助我們。 這裡說到在什麼地方, 我相信不是一個地點。 因為當他跟學生亞說, 他們不是在耶路撒冷, 他們是在北角, 他們是在北角, 他們是在北角。 更加可能是說, 在什麼基礎, 在基礎上面, 我稱他們不是神的子民, 我都在同一個基礎上面, 要稱他們是本身神的人。 這個基礎是神的主權, 神主權的單算。 一個人, 是不是屬於神子民的群體, 是不是能夠進到神的家中, 都是基於同一個人。 不是我的種族背景, 不是我生出來是否猶太人, 不是我有多高IQ, 有多低IQ, 不是我有多聰明, 我有什麼社會地位, 有多少錢, 有多少財物, 都是神主權的單算。 以我話, 神對誰選擇的復人, 李塞亞國, 給了我的復人, 使亞國眾之快復興, 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歸會, 上圍小事, 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降劇, 你施行我的救人, 直到直到直到。 這位神組, 透過先知以色列中, 主耶穌降生七百年, 之前七百年, 就已經預言了, 這位是李塞亞, 沒錯, 他是要來復興以色列的眾志法, 所以他們升天的門徒, 還在問他, 你要復興以色列國, 是不是現在呢? 這是他們對李塞亞的一個觀念, 但是神說, 不單止是這樣的, 那只是其中一樣東西, 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降劇, 這個救恩越直到更多。 預告救恩, 不單止是會臨到以色列的愚民, 下一次我們會提到那些, 那些串流的愚種, 以色列歷世歷代神, 為他們所串流的remnants, 那些聖元代表, 不單止是那些人, 將來會再一次的被建立起來。 本來曾經是被誓, 不是我的子民, 再次是蒙愛成為神的子民。 而且本來不是神的子民, 不是蒙愛的外邦人, 也都會領受神的恩典, 得著神的恩典。 大家還記得我們過了聖元節, 不是很久, 當耶穌降生的時候, 到第八天, 他去到聖典, 要行國禮的時候, 西面受聖靈感動, 宣告耶穌就是照兩外邦人的歌, 是禮民以色列的榮民。 是照兩外邦人的歌, 又是禮民以色列的榮民。 見證, 以色列民和外邦人, 都是靠耶穌基督的得救。 都是神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面, 簡選了我們。 都是因為, 祂在基督裡面, 簡選了我們。 神就按自己的意志, 所喜悅的。 神按著祂自己的意志, 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 藉著耶穌基督得不止的名字。 讓所有的信徒, 無論是猶太人, 還是外邦人, 都稱為神的子民。 這個就是神的簡選, 這個就是神的主角, 這個就是人的責任。 人算什麼? 神卻顧念我們。 如果我們要求神, 以公平對待所有人, 我們其實就是邀請神, 你定所有人的罪。 你不要施恩拯救任何人, 因為沒有一個人配得。 如果要公平的話, 主耶穌就不會為你, 為我, 死在十字架上面。 無罪的羔養, 聖結的神子, 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面。 這個是最大最大的, 不公平。 就是因為神不是以公平對待我們。 卻是以恩慈以憐, 以公義, 以公正。 是合乎祂自己的屬性。 是顯出祂一切的恩慈。 亦都顯出祂的權利。 人得救, 是基於神預定的母义。 聖經告訴他, 你得救是本乎因。 是神主動揀選那些將會領受救恩的。 不是基於那個人有什麼功德, 不是基於我們有給別人有什麼好處, 我給別人有聰明, 或者我能夠想得通。 純粹是無條件的,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神預先所定下的, 又召他們。 神派福音使者, 昔日是主耶穌對保羅說的話, 今天是用在你和我的身上。 到他們那裡去。 主耶穌對保羅說, 我猜你到他們那裡去, 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 聖靈在這些人的心裡工作, 叫我們為罪, 為疑,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又讓我們看到, 基督在十字大上面的代謝, 是將神的愛向我們見面。 吸引人從黑暗中歸向降明, 從撒旦拳下歸向神。 沒錯, 是我們的一個回應, 是我們有自由意志地去回應神的故事, 但是神先做了這些東西。 當你和我感受聖靈將神的愛, 囂灌在我們心裡工作。 我們便會運用自由意志去選擇神。 選擇因為信耶穌, 誰得蒙射罪。 這是神做過的九個計畫。 神, 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工作。 我們去做這個選擇, 他們並不是在外面。 我們能夠對福音, 又能夠回應對神的恩典。 因為神已經讓我們有機會聽到福音, 讓我們有機會看到福音, 讓我們看到一些信徒, 他們生命的被扭轉過。 是吸引我們回到神的面前, 以至我們會去選擇回應神的故事。 人的責任就是回應。 我們的責任就是回應。 我們的責任就是回應神的恩典的故事。 藉著信心接受神的啟示, 接待神的兒子。 當蒙年吻的罪人, 憑信配合神的工作。 配合神在我們心裡, 回應神在我們心裡運行的事。 他簡選的旨意就會勝出。 叫一切信耶穌的, 不自滅亡、犯德、憑慎。 都是出於神自己的。 求神幫助你和我。 我們越認識神的超越, 越體會自己的妙視, 人算什麼。 我們越思想人是什麼。 我們就越感激神的簡選。 我們就越樂意被索造成為神手中要使用的。 可用的。 我們就感激人算什麼。 竟然可以成為神的子民。 我們如何在神的家中一起成長。 一天來成長。 一天來成長。 神的子民。 我一直來講。 天方,我們感謝你。 你自己存備的救恩。 你自己主權的彰顯。 它是一個sovereign grace。 一個主權的恩典。 你的恩典臨到我們這些不配的罪人。 我們成為憐憫的罪人。 我們成為被索造的你手中的工人。 我們可以成為你家中的人。 都是因緣。 都是你的憐憫。 你的恩待。 你的恩賜。 幫助我們如何回應。 幫助我們如何感激。 求助詩人。 聽我的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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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